近日,在江苏镇江,台湾青年蔡湘怡伴着晨光,一脚踏进实验室,穿上白大褂,手持精密仪器,开启和各种细胞亲密接触的时光。 今年是蔡湘怡进入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工作的第三年,被称为科研迷的她在江苏镇江,一边科研一边安居。 2013年,蔡湘怡带着父亲与叔叔的期许登陆,考进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博士。 我的父亲,其实他一直都有关注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是资讯。 他其实,他本身就有带台湾的学生到大陆这边交流,然后他认为说就是大陆这边的一个学术,以及教育,他的一个就是教导的方式跟台湾还是有不太一样的。 在大陆这边学习,能不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 我的父亲就希望说我能够到大陆这边来去进行我的一个博士的一个,继续我的博士的这个学院。 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蔡湘怡进行博士后研究,受惠于系列大陆会台匿名政策。 他取得江苏大学影像医学与合医学硕士生导师资格,并获聘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影像科副研究员。 2020年的就是我们博士后导师有一个音乐巧合下,就是带我到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跟网东清院长团队就是进行了一个学术交流。 在他们交流过程中发现说这个团队它有一个很浓厚的一个科研氛围,让我就是来到了这个,想要加入这个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这个团队就是萌生的一个种子。 近年来就是正江苏政府跟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就是出台了好几个人才政策,然后不断的就是将民床科学的这一块的一个平台往上的堆叠,然后也加深了就是让我想要加入这个团队的一个想法。 最后就是我也就是有幸就是加入了正江市金山英才的一个人才政策,然后加入到最后引进到了江苏大学附属医院。 登陆求学工作十年来,蔡湘怡一直致力于生物医学的科研工作。 一直玩在一块的一个小伙伴,他在我高三的时候突然就癌症去世了,什么办法都没办法医,我在高三也是面临了高考,然后要选择我要救赌的科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就选择了就是要读这个生物医学,然后就是想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攻克这个癌症。 本科也是学了生物医学,后面都一直是读了生物医学。 为了攻克胰腺癌治疗,这一医疗界的长期难题,蔡湘怡和大陆学生一道做课题研究,探寻胰腺癌的致病原因,及化疗抵抗原因。 每个人都很害怕肿瘤,癌细胞,但其实癌细胞其实它很脆弱的,它很容易受到外界的物质去影响,你放在普通环境,它就死了,它需要特定环境才能长起来。 在江苏镇江工作生活几年来,蔡湘怡已经逐渐融入当地的生活。 在镇江定居买房,然后有机会可以把我的爸爸妈妈给接过来。 我的爸爸妈妈还是比较支持我留在大陆工作的,然后认为说在大陆发展会比比较好。 蔡湘怡在大陆找到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她也鼓励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求职创业,勇敢追梦,住梦,圆梦。 进我所学的知识,然后尽力地去教导大陆的一个学生,就怎么把科研做好,去促进在台湾跟大陆的高校或者是医院之间的一个学术交流,吸引更多的一个台湾人到大陆这边就业或者是读书。 感谢 文字